两种血管病在临床上分别叫什么病 动脉缺血我们按最常见最多发的叫动脉硬化避色症 这个呢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就是人体老化的一种表现 按人口来讲的话呢大约70岁以上的人口啊 大约12.5%左右的人会有动脉硬化避色症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动脉供血有问题了 也就是上水供血有问题 对那下水这个要堵了是还有个专属的名词吗 下肢如果回血有障碍绝大部分病人是血管内部的成分有问题 并不是血管B本身的问题 它是叫下肢身经脉血栓形成 这个血栓一旦形成造成血管堵塞回流障碍 那么也有极个别的病人呢是因为血管B的狭窄或者外压性因素 造成了技发的血栓形成 下肢身经脉血栓这个吧可能是咱们医学上专有的一个名词 这个普及到咱们老百姓当中我以前做新闻的时候有个叫经济仓综合症 说长时间久坐而且狭窄不得活动伸展的时候 就长时间下来之后身经脉形成血栓然后堵上了 这个是不是可以暂时从科普的角度可以理解画个等号呢 那我们把经济仓综合症最后归结成下肢身经脉血栓形成 为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人本来就烦躁又不活动又不运动 是 完了呢喝水又比较少 这样呢造成下肢啊小腿啊 大量的血液淤积慢慢的它凝结成血栓 是